大家好,今天是十月二十,星期五 市昨天很惊嚇,日中曾經跌過704點 但今天是技術上已經有少少囤定 因為指數一直沒有跌穿二十天線 不單止現在咬著咬著十天線 只要走上十天線以上 實際上形態上是屬於一個玉士頂的格局 說的頂當然是這個月19日 昨天高位28,798點 事實上十月份到現在為止都是先低後高的 低位暫時都是3號的27,737點 而高位也是昨天早上的28,798點 老實說1,061點的波幅不算特別多 但是有一個技術上的因素大家要留意 下個星期五是這個月期止的轉創高峰日 再下個星期一就是結選日 以現在的市剩下的前後到月底 都是只有七個交易天 不要計算今天 只要一些重磅的成份 比如這樣 騰訊、匯控、友邦、中公建 或者中仁壽、平保等等 包括中移動、房交所 輕輕做好一點 市市市市頂不出奇的 至於有沒有更加高的指數呢 這個其實就反而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你的指數再創今個月的位置 一定是碰到2萬9個頭的了 那浴市頂的格局那時候 那分鐘當然是上亡3萬 但以現在的成交金壓來說 我覺得動力是不配合的 即是說大市持續整固等變的機會是比較高 那最低限度一樣 昨天就10月19日 廣告出現七百幾點 即刻人說股災終於來了 喂搞清楚先 今年的低位是1月3日21,883 你去到昨天就 中的高位28,798點 今年的市是前前後後的波幅 是有6,915點 那這個波幅來說 在一年度來說 其實不算是特別多的 我一直以來 在年初的時候 我都估計今年前年的波幅 是有7,500到8,000點的 那就是意味著呢 今年來更加高的指數 可能在11月或者12月出來的了 值得一提的就是 9月26日的低位是27,300點 這個是由9月19日高的28,248點 跌下來的嘛 好了 由27,300點開步的上升呢 形態上 在技術上 是有機會發展成為一個 新的中期的小的升浪 那如果一個升浪 我當你10到12個星期計算 由9月20日開始計算 就是說這個升浪的高位 是12月中左右會出到來的了 問題在哪裏呢 我們看回上一層的升浪 由7月5日的低位25,199 去到9月19日的28,248點 10個星期左右 升了3,049點 那這一陣上去 我就當你2,500點了好不好 那其實真的有機會碰到3,500點 就是換句話來講呢 因為市場昨天的下跌呢 或者是高台上面 沒有一個新的動力 變成一些買貨者 或者持貨者 減榜又有 或者期貨市場 衍生工具的市場呢 會有些活動 導致昨天的波幅比較大一點 那如果你說呢 一出現7、8點的下跌 就猜了要來呢 我覺得就太過不斷了 那無論怎樣都好 市現在就整固在那裏等便 但是我自己覺得呢 創不創新高是另一件事 再試頂的機會是有的 那最低限度10月份 不會是股災啦 看看美股就已經知道了 一直咬著高台波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裡